唯一滾山之間的槌蘭布洛 看起來的邊境 卻影響就非常大的危機 旧日大地檔後 造成山庫土舊三棟 布洛頂頭的山坡 也略俗出現走山的狀況 布洛四周邊 出處可見幾片山坡地 幫山過一後的恐怖圍面 而且只要遇到路大河 布洛基民就要煩惱 自己住的地方是不是安全 這個時間不得你掉到上面那個 地址比較不穩 地址不行 就因為自己住的地方 已經很不安全 遷山的聲音 在布洛來一天比一天更大聲 為此 布洛頂尾遷山人數行動 希望政府可以重視他們住的安全問題 我們證據是我們要先出 我們要搬到安全的地方 到目前為止 連數人只有196 實際不是這些人而已 催蘭社區法典協會 理事長頂問得這村 因爲布洛後面山坡 坡都每個七八十多 人家每年都會因爲走山 做成山坡地上的必須慢慢更大 有百百水災 少林村不穿的康派經驗 布洛基民煩惱 若還不遷山 沒有人家寶正嘴爛布洛 不會變成少林村地獅 只是布洛到年來的聲音 一直沒受到相關單位重視 在六九水災一直到七二水災 因為這個地方就一直在 這個部落一直在地形發動 也在去年 去年在九十九年 一直在評估 鑽探這個問題 所以說村民都得不到這個答案 到底適合去 在居住這個地方 我希望就是說 在人民陳情的問題 我希望政府單位重視一點 為了可以在地區政府中視 基民除了結局典型聯署 也同時製作 一本零年來製便的道具 以及安全賓國補給內容 準備向總統府 行政委、感察委、立法委 和南島管政府頂端委認證 希望透過這種方式 來在地區政府 對村蘭布洛遷在危機的中視 加速村蘭遷村造業 讓布洛基民可以 帶一千億到安全的地方定義 接著王朝聖蔡報道